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開市錦樓 我是林梓彤 而是和大家跟進歐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況 美國企業最新出爐的業績好壞參半 地區銀行危機未解除 美股顯著收押 導致跌超過300點 納指跌幅接近2% 標榜百指數已全日低位收市 而憂慮中美科技戰升級 反映中概股表現的納斯特中國金融指數 重創大約3% 連跌第六日 是超過一年來最長的跌落 看回美股收市 導致跌344點 收報33530點 標榜百指數跌65點 收報4071點 納指跌238點收市 收報11799點 看美國上市港股與託證券 造價全部向下 匯控製品本收市跌1.19% 騰訊跌1.72% 阿里巴巴跌3.26% 美團跌1.16% 歐洲股市數個別發展 倫敦富士100指數 收市跌21點 收報7891點 法蘭荷福德克指數 收市升8點 收報15872點 巴黎克指數收市跌42點 收報7531點 看商品期貨方面 市場憂慮美國經濟前景 加上美元匯價做好 某國際油價中止兩年升 納日其油跌超過2% 收報每桶77.07美元 下跌1.69美元 倫敦博蘭特急油 亦跌大2.3% 收報每桶80.77美元 下跌1.96美元 看金價 美國經濟數據比預期差 市場轉測 聯儲局放換加息部分 美國債息回落 抵消美元回價上升的負面影響 國際金價連續第二天上升 重返2000美元流上水平 納日其今收市升4.7美元 收報每桶市204.5美元 最新美容匯價港元7.85元 日元133.703元 歐元1.097元 英國1.241元 瑞士發行0.892元 加元1.363元 澳元0.663元 紐西蘭元0.614元 美國國庫債券10年期 債息率是30.42元 30年期債息率是30.67元 看看港股方面 恒指剛剛開市 繼續向下 但暫時來說 跌幅收集點 跌62點 19,559點 國企指數跌20點 最新增6580點 大致成交37億多 看看昨天 人民幣的離岸價是走弱的 看看今天的離岸價 會否做好一點 令到市務跌得這麼多 至於A股方面 暫時來說是偏遠的 另外今天 大家可以留意 也有業績公佈 包括平保等等的公司 都會出業績 另外還有港交所 中海外招行 紫金 以及廣氣等等 都會今天 公佈一個季度的業績 大家可以留意 這節亦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 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好